同学们带来了舞蹈的表演 而这是国际同济会在树林长寿公园 所举办的独宣导活动 现场不只有青少年带来了才艺的表演 主办单位还安排了绘画写声竞赛 吸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参加 透过画笔勾勒出公园的一景一物 以这样轻松的方式让反毒的观念从小扎根进行炫导 拒绝毒品绘画比赛 在今天现场所有的小朋友们还有妈妈们 是一起全部出动 让这个活动达到非常非常的高点 在这边北二区同济会也在这边大力的呼吁 让我们勇敢向毒品说不 公园到处可以见到爸爸妈妈或是爷爷奶奶 陪着孩子写声的画面洋溢着温馨 而这也提供了小朋友一个展现绘画才艺的舞台 甚至是大哥哥大姐姐们所带来的精心准备表演 都是让孩子们一展长才的难得机会 与众人共同分享学习的成果 很多会跳舞的会表演的都有到台上的一展所长 那当然绘画方面 他们也可以把自己平常在学校所学的 或自己所看到的 透过我们的绘画比赛 然后把自己所看到所思想到的 全部可以画出来 那这个是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那我们过去长期以来 我们小孩子都劝缺这个平台 而现场还有蝙蝠侠叔叔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甚至是坐在重型机车上留下了帅气的画面 就连立委苏巧慧也一起抢着合影 用不同的方法从写声比赛 从各式各样的活动来让孩子知道这样的讯息 既不枯燥又可以深入他们的心里 我想这个时代因为资讯太多 管道太多 所以做家长的都对毒品的问题非常的担心 而警局也涉滩宣导反毒 以轻松的方式与民众互动 小朋友好奇坐上警用重型机车高兴极了 难得可以担任神器的警察叔叔 吸引了不少亲子参加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同济会 大家齐心的努力 让很多的现场妈妈们 还有很多的家庭大朋友小朋友 过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假日 认同的话再给主办单位一个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谢谢大家谢谢 在地这样的一个氛围就是这样营造出来的 活动中还表扬了孝心楷模 这些孩子平时都能够分担家务 甚至养成独立的个性 可以好好照顾自己 不让家长担心 甚至有人在学校还能够时常帮助同学 而表扬的同时也安排了奉茶 孩子奉上一杯茶表达了心中的感恩之情 小小的一个动作体会了饮水思源 感念长辈的养育之恩 温鲜的五月显得格外有意义 中家新闻张仪勋 卢秀娟 树林藏不倒